四级病毒有多可怕 转毛一下飞机就迫不及待的和女友抱在一起 但这一举动无疑是害了她 病毒直接进入对方的身体 这是女朋友看到卷毛非常虚弱 下一秒直接倒在地上 她被送往医院后 已经是瘫痪状态 医生想问她接触过什么 但她连话都说不出来 然后直接嘎屁 旁边的女朋友哇哇打哭 我她妙的只是抱了一下她 怎么会也会变成这样 不久后也跟着卷毛一起去结了世界了 然后医生解剖了卷毛的身体 发现内脏已全部被烧毁 就连丁丁也缩小了几十倍 与此同时 宠物店老板也感觉到自己不舒服 凉凉呛呛的也倒在了宠物店 她被紧急送往医院后 医生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病 所以他们得做个血液检测 但因为医生分心针管突然暴力 医生被病人的血溅了一脸 当时她没有在意 只是简单的冲洗一下脸 下班后还约了女朋友 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 但没过多久 她就开始剧烈咳嗽 大量带有病毒的拓 随着空气飘向人群 一场灾难即将来临 这时医生也感觉到明显的不舒适 于是想来前台寻求帮助 她一边咳嗽一边在人群中穿梭 但她一来到前台 就倒在了地上浑身抽搐 被送到了医院后已经神志不清 随着病毒的传播 越来越多的人被感染 此时医院已乱成了一锅粥 这时镇上的居民开始制造麻烦 他们想离开这个病毒区 政府收到消息后 为了防止病毒扩大 立即派军队封锁整个城市 但仍然有漏网之鱼 一个混混开车想冲出小镇 但很快被军队直升机拦截 士兵警告他们转身开回去 混混以为士兵不会发起攻击 不管不顾继续开车前进 结果士兵直接教他做人 把他们打成马红窝 身后的一家老小吓得瑟瑟发抖 只好乖乖服务 很快 镇上的病人开始大量死亡 仅仅过了48小时 他们的尸体已经堆积卢山 士兵将尸体扔进废弃的木屋 然后直接一场大火 把他全部烧毁 这是国防高官想出了一个 简单粗暴的办法 来控制这场灾难 说如果病毒无法控制 他们将会再次投放人烧 来摧毁等个层